媽媽請你也保重 高唱台語老歌 媽媽請你也保重 象徵台灣回到母親 中華民國的懷抱 國民黨黨主席江啟成 和提馬英九 朱立倫等 前主席們開金賞 紀念台灣光復節七十五週年 唱完一首還不夠 還加碼多唱兩首uncle曲 國民黨大動作舉辦音樂會 用行動展現對光復節的重視 不要只切割某一段 然後指甲某一段 應該要讓大家能夠 看到完整的事實 不只忘記感覺還刻意淡忘 刻意遺忘 令人遺憾 江啟成火力全開 前主席們更對民進黨批評 國民黨辦光復節活動 是跟中國唱和 甚至落入一種稱套 不以為然 中共他也有部隊參加 對資本作戰 他也有份 但是你不能說 我們現在就跟他唱和 講這個話的人 完全不了解台灣的歷史 完全不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 我實在很懷疑 這些民進黨的朋友 是不是在唱和中共 要抹滅中華民國的歷史 忘了今天 台灣光復是 終結日本殖民統治 除非他們民進黨是假的愛台灣 或者是假的真正愛中華民國 掌聲歡迎總統 總統後 總統蔡英文 台北市長柯文哲 同台出席北市客家一名嘉年華活動 兩人互動超熱絡 不過從頭到尾只談客家文化 對光復節 字字不提 蔡政府上下低調不提 就算是臉書貼文也只慶祝重陽節 彷彿光復節不存在 國民黨則是大肆慶祝 強調台灣跟中華民國的連結 台灣光復節藍綠各自表述 環語新聞紅石雨林凱倫 台北報導